今日来到日本,来到日本一个很出名的露营胜地 就是后面的版本,Fumoto Parra Fumoto Parra是日本露营胜地 这个地是过几万尺,超大 不需要有指定的,整个场你喜欢在哪里扎营都可以 除了扎营之外,其实还有卡边 等下走过的时候跟大家说 这一间场是一定要预约的 你可以walk in 的,但机会比较低 只要不是在旺季,我之前试过walk in 是没问题的 但现在开始是真的要实施网上预约才行 我这次也是预约了,我才能进入 然后在前面有个Gate,你做了登记 后面这个场,任何的地方你都可以用 真的超大,除了这个场外 其实里面有两三间的餐厅 还有一个厨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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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给你整理,洗碗碟的地方 还有一个厨厅 还有男女的厨厅 是可以洗澡的 其实这个场是超大,你可以看到的 除了你自己可以在右手边的扎形之外 左手边好像这里,有些卡边 你可以担担的 你担担后,你自己不需要带东西 它里面都有所有的质品 我想,只需要带食物 其实是 那这个呢 这个呢 怎么为之日本的路营性地呢? 因为呢 它是正对着富士山的 超级无敌令 而且地方是大到无论 你可以看到 今天呢 就是星期四 Weed Day 你可以看到 是整个场满了 那今天呢 其实昨晚是一度 是零度的 虽然未落雪 但是呢 是结冰的 那里有很大的玻璃窗 那里是餐厅之一 那里有建筑为House 那里也是卡边 那里在大玻璃门前面 就是卖纪念品 在这里自己制造纪念品 那里在这个森林里面 还有些小的卡边 是一两位的 什么是好处的 那里面有很多的 不过就好处理 那里面是很自然的 在森林裡有幾個桶形的一間兩間 在森林裡有幾個人住在森林裡 剛才開車就入來 接着這條路 來到這裡就有兩個櫃位 右边的就是首先要登记,给钱,然后就给你一个牌子 在挂车里,让别人识别,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这边就是说,比如说你开车出油的时候,就会再进入 左边的这个是office,有卖东西,有计划机,或者你想租其他东西 这边都可以帮到你的,以前没有这两个boot的时候,其实就是在那里做登记 但是现在,它就管得比较严重 我记得我疫情之前来的时候,这个是没有的,我是可以自出自入的 但是现在就不行了 然后洗澡的地方,浴场在这里 这边是男的,另一边是女的 这边是浴场,男女,后面这边就是其中一间餐厅 这边是女的,这边是女的 好像还没开,还是开了呢 还没开的 那个红色的屁股,其实都是人家可以租的 那边是比较大的,好像租房子那样在里面住的 那边是她的,其实是她的仓 例如说,因为这里很多人喜欢玩bonfire 烧木啦,营火啦,那些木头是在这里处理的 然后这个呢,就是另一间餐厅 那这个呢,其实都是新家建了不久 因为我记得应该是大概两年前才有这个地方 里面看出来的景色就很棒的 冬天下雪的时候更加没得逃 因为现在都是8点多,都是没开的,全部都还在山上 哦,这个正是开,下午3点至9点 正对着富士山 正对着富士山 这个是Snowbeak 其中一个豪华板,有厅的 这个景价钱没得输 对不起,应该是店铺去买东西的 这个其中一个我的货仓 应该是店铺去买东西的 我们等会儿出去 那边 这边 我们是在与你们 我们都在买东西 在买东西 这边 第一位 我们在买东西 有这个 有这个 房称石 雪 有这个 有这个 也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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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